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们已经针对明觉6 Pro进行过一次场地试驾 所以上来我先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它的静态表现 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气泡城的外观颜色 看起来确实很年轻 而前格栅进行了一个加大式的处理 底部采用一个双色设计 另外在中间的造型也进行了一些打造 另外最后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分体式的大灯 上部是一个日间行车灯 而真正的大灯组放在了中央这个位置 侧面一个18英寸的熏黑轮圈 内部采用一个红色的刹车卡线 那尾部呢它最显眼的一定是顶部的一个巨大的后绕流板 那底部有一点其实值得说到一下 就是关于它的双边共两处的排气 那这个排气你看起来样式是一个双边共两处 但它的侧面其实是有还有一个排气孔 所以它真正其实是一个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那车内的设计呢 其实是与明觉6保持着一致的风格 有两点元素进行了细节的提升 第一呢就是我前方这个三幅式的方向盘了 在39点处可以看到加入了一个Alcantara的材质 来提升这个握感和运动感 另外呢它在右下角还可以看到有一个 Super Sport的一个按钮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一体式的座椅了 可以看到它采用一个双色的设计 看起来也是运动感十足 在顶部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有一个MG的一个刺绣的样式 那我们呢也经过了100多公里的驾驶 从上海来到了苏州 整个我们的行程其实经历了包括高速公路 以及城市道路等综合的路况 所以接下来我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台车的驾驶感受 那另外呢我在出发的时候也将这台车的油耗 进行一个清零 毕竟行驶路途比较长嘛 我们最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来看看这台车的油耗表现究竟怎么样 那首先它的动力系统 其实还是配备的1.5T加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这么一个组合 它的最大输出功率181马力 峰值扭矩285牛米 其实整个它的动力输出在正常的标准模式下 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和平缓的那么一个状态 包括我在踩油门的时候 其实这台车的整个的动力响应 我认为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表现 这个正常就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突兀的积极 但给你动力的时候还是能随叫随到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种驾驶模式还是挺适合在日常代步时候使用的 那另外呢关于它这台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其实整个的表现我认为还是非常平顺的 基本每一次在它的换挡动作上 我觉得你都是很难察觉到的 所以这一点上还是令人满意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模式就是它有一个跳挡模式 就是当你把油门深踩如果像现在一样 我一下踩下去之后 它是会连降两至三个档位来保证动力可以突然给你能有一个快速的响应 那这一点上其实在日常超车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 那除去标准模式之外啊 可以看到底部这个Super Sport的红色按钮 当我按下之后可以看到整车是切换到运动模式 包括它中央的界面以及我前方的仪表都让我更专注驾驶 变成一个红色比较偏向运动的一个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下我可以感觉到它的动力响应会比标准模式稍微好那么一些 当然了它绝不是那种变得特别积极的类型 那它有一点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打开这个模式之后排挤发门会打开 那此时如果当你踩下油门可以听到这台车 其实声浪会非常的好听 而且变动箱每一次换挡会营造一个放炮的声音 这一点上其实让我觉得它对于运动氛围还是营造的很好的 那关于这台车的转向以及底盘的表现 我觉得稍微值得好好说到说到 那毕竟是一个比较偏向运动定位的产品 但实际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这个方圆包皮的方向盘在转向时的手感 我认为还是稍微有些力度偏轻 包括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手感的力度变化不是太大 但针对它的指向性这台车还是做得很好的 那这台车的底盘的功力我认为还是非常扎实的 也算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之一 其实包括它的悬架的设定 对于路感的过滤 我认为做的还算比较透彻 当然了它不是这个绝无路感的类型 因为在我一个长途的驾驶过程当中 我也能感觉到 其实包括它底盘以及方向盘 能给我传来的这个路感还是有一些的 我觉得这一点上算是贴合了一些运动的定位 那接下来呢 其实想跟大家说说这个一体式的座椅 因为官方在宣传的时候 其实把它放在了运动元素之一 但就我个人的感受啊 毕竟刚才其实乘坐了半天了 我觉得这个座椅 其实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包括它的填充物都很软 我要经过长途的驾驶 我也没有觉得坐这个座椅上会感觉比较累 那关于它的承托性呢 我觉得腰部的承托性做的还算不错 但腿部的承托性就稍微一般了 那最后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台车的高速行驶感受 有一点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这台车的静谧性表现 我们刚才在高速上 基本是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 发动机转速也就维持在2000转左右 可以感觉到啊 前部发动机的噪音 基本里是完全听不见的 唯一能听到的噪音 就是从侧面底部会传来 很细小的轮胎的胎噪 其实这一点上 让我觉得这台车在高速行驶 真的感受还很好 那另外呢 这台车也配备了自适用旋航功能 刚才我在高速上啊 基本是在打开的一个状态下 可以感觉到 它在跟车的这种距离的控制上 我觉得做的都很OK 而且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它在前车 如果有制动的情况下 它的整个的制动的力度 我认为还是非常的柔和的 其实不会让车内的乘客 会有很不好的感受 那现在呢 我们终于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东山宾馆 首先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台车的友好情况啊 我们一共行驶了140公里左右 车辆的平均时速 33公里每小时 最终表显油耗为7.9升每百公里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OK的数字 当然了 未来测试车来到我们边际部之后 我们会进行一个更全方位的测试 那回到这个产品本身 其实目前中国品牌 在很多产品的运动性上 我觉得做的都是越来越成熟了 那包括明觉6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底子 那上至呢 有明觉6 X-Power可以选择 如今明觉6 Pro的出现 其实是在两者之间 有一个更中用化的选择 包括这台车 其实它在氛围的营造 以及造型的这种个性上 确实也能符合年轻人的一个胃口 我觉得这台车 其实还是挺适合年轻人 进行一个选择的 好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这台车 还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到我的编辑博客 以及新浪微博下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